我的鋪牌已經很長 首先一切要從School of Life開始 就是快必米星的學校 兩個禮拜前 School of Life School of Life 是生命教學 謊言教學 不是 School of Life 看你怎麼看 很多東西都是看你怎麼解讀的 School of Life 最近我看了一部分 就是說現代社會有六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會困擾我們 有沒有買不到房子 不關這些事 這不是我們香港人關心的東西 我們香港人是第一樣的 肯定會問你 是不是買不到房子 上不了車 現在都不會問的 所以我通常看School of Life 一定買不到房子 買不到 要不就有房子 要不就沒有房子 有房子可以繼續有房子 沒有房子就不用自己有房子 就是這個道理 只有三樓 然後School of Life 又講了六個大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是講現代媒體影響我們的人心 你今天很有博士感覺 好像那些論文 對 整個Tilter 整個Tilter 平時大家說我膚淺 那我就嘗試向這方面改善 肯定Tilter 我被人挑 可以了 然後有一個部分 就是關於媒體 他就說現代媒體 很經常去把我們的注意力 放在一些令你恐懼 憂慮等等的問題 或者一些社會負面的方面 例如我們看 就是為什麼有人突然打過熊仔 他解釋了一個方法 去怎樣可以令我們過得好些 就是專注看一些新聞 是關於現實生活 一些美好的一面 Direct experience on our own life 所以今天我就想分享兩宗 兩宗 沒有人同意 不同意 我接下來六個禮拜 會逐個禮拜分享一些 但我又想問Tilter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 和我都覺得是真的 即是那些叫做 只是報導很多負面新聞 或者我們會擔心的新聞 那我們怎麼可以專注 一些正確的新聞 因為他都不報導 新聞的事情 他不報導 不是 不是 你現在有些媒體 就會這樣 刻意就是正能量 你經常說的 但那些正能量 沒有什麼人看的 但那些正能量 那些正能量 慢慢說 有的 小心這個 問題是否會很刻意 去營造大量的正能量 但事實 當作討論 有些新聞 如果你做媒體 你不真的去發掘和報導 我們真的沒有那個渠道 真的去知道 舉個例子 就不是說銷售什麼 阿通最近不是訪問雪糕妹 是嗎 什麼來的 你怎麼搞的 你是不是在D100做 雪糕妹 好像很正 姓邱的女生 不知道邱的 對不起 姓邱的 現在是姓邱的 姓邱的女生 他就是一個很年輕的 駛一個雪糕車 周圍賣雪糕 他想著用這個做終身職業 我覺得挺好的 這些叫自己自創一種事業 還有不要管別人怎麼看 我都不反對這些 有時媒體要帶領聽眾 或者觀眾 我經常看有線新聞 有線新聞都經常做這些 周日有些什麼 小事大異議 小事大異議 他都會做這些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不用有一種感覺 或者有一種態度 就是我黑月避開這些 所謂的負面 其實兩樣都可以看 兼容的 負面也要知道 而且有時有些負面的新聞 真的會影響我們 但是有些台是真的鑑操 譬如大陸就是這樣 鑑操做一些正能量出來 很多都是假的 例如大陸什麼路不實為 不簡單 有些只是假的 例如下雨之後 某地方的公安 就出來幫大家 通渠 通渠 去水 然後幫你收拾 後來就發覺 然後在後面吃飯盒 或者有輛車在街上 因為下雨 壞了 然後公安下車推車 全部是假的 那些就是老土 所以說英明的消費者 或者做看新聞的人 就會懂得分哪些是堅 哪些是樓 今天就想分享兩宗 都是和快餐店有關的好新聞 有一宗 一個是賣雞 一個是賣包 你們想聽誰先 有得舉你選 雞 喜歡雞嗎 何解兩位都這麼喜歡看雞 真的 雞 我跟Michael真是相交 當然是雞 包有什麼特別 雞有包 雞 雞 我也想知道你是什麼雞 這是德州炸雞 不是德州電據 殺人狂 有否聽過在飛機上生小孩 免費機票乘搭 一輩子 這好像沒有證實 好像是一個傳說 我證實是沒有的 真的沒有試過嗎 不只是飛機 我小時候經常聽 什麼交通工具都可以 巴士電車 總之你在那裡生 你一輩子都免費聽聞 這些是江湖傳說 證明什麼生馬仔可以 香港英王遇准吃大煙 我都不相信 這些是真的 那是真的 這不是社會傳說 你舉錯了 那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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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他的叔叔 我待會再有說話 我又有說話 這宗 如果你說在飛機上生小孩 就有機票 好像很爽 但是現在是一間炸雞店生小孩 然後一間炸雞店跟你說 你終身免費 他還是他兒子 當然是 那這幾天是不是好事 如果我的兒子 從小到大都吃炸雞 是免費的 沒有的 他將來的健康未必是好事 你可以選擇不吃 你可以吃可以不吃 這是不是遊戲 不是 我打算問我們是真的還是假 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在德州 這間可能在香港沒有分店的炸雞快餐店 真的有一位女士在那裡突然間 作動了 就生了 然後又是一個關公的機會 那間炸雞店就說 來吧 你生了 我們就終身給你有免費福利 甚至 你兒子救了16歲之後 可以來我們這裏打工 他現在正正發生 對嗎 發生了 他將會迎接一件事 就是天天有大途婆進來等 是不是 陰謀論 那要看你在哪裏 一天都有大途婆 那這裏是德州 德州 德州 不是山東的德州 山東都有德州 如果山東的德州 就會出現你的情況 既然你第一個是這樣 再有 無論他有心還是沒心 你給不給 為何他給你 這個第二個不給 你現在又不公道了 不公道了 那天天都有一堆大途婆 坐在那裡等生 你怎樣 多個產房 完全不是問題 第一 如果我是山東德州 只能給你第一個 我一定會給你第二個 但是我再想辦法 怎麼處理就是大量的大妻子進來 在隔壁開家醫院收她錢 三條街之前我已經想辦法 然後阻止她進來 總之在50米範圍之外 見到大妻子就堵截她 我們都是跟國家做事 師叔不用 有什麼問題 我還有另一個辦法 總之大妻子進來 如果她這麼幸運 她又在那裡生都會有這個服務 不過所有大妻子進來 叫的東西是另一份餐單 那份餐貴到媽媽不認得 因為你大肚要多吃一點 人家一份雞5元你50元 差不多了 你開始有大陸思維 大妻子一定要吃這個餐 等於母親節一定要吃母親節餐 情人節一定要吃情人節餐 貴到媽媽不認得 要做一點點事 首先要找一個IR營養師 做一套論述 就說大妻子要吃什麼 加什麼營養餐 只要那份餐收得貴 你都算是有糧 不然會是這樣 當然要做一個大妻子club 入會 沒錯 她坐椅子也要加大妻子 枯杏 枯杏 那個枯杏租一個小時 可能是800元 嚇到大妻子不敢再來為止 簡單一點 入會費88,800元 有很多人進入 可以告訴你 尊貴 然後已經包在這裡生的 沒有問題 已經有分娩服務了 八萬八千八 在這裡生我一輩子給你吃 但是在這裡生會收回分娩的清潔費 因為到處都是血 清潔費可能有五萬元 還有生兒生女可能又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所以沒有問題 我一定給你一輩子吃雞 我們這個節目真的沒有改造 等於吃了多少雞 上綱上線 我真的不會怕你那個小孩吃了多少雞 還有 你那個小孩怎麼會吃一輩子 我家人都收拾了 誰會做 我怎麼會做一輩子都做雞 不是 是吃我公司的雞 哪有這麼長命 總之我不會做一輩子 還有江湖傳說 這些雞場雞是沒有頭沒有腳 只有雞腿和尾身 不是 又跟正 不是你要信 沒有頭 不是沒有頭 是跟正一點 是有的 那些叫做促成雞 或者叫促成鴨 或者叫促成鵝 六元到七元一隻 真厲害 促成即是多久 促成就是這樣 他餵很多化學劑給他吃的 我知道 促成大約是十幾二十天 如果我沒有 是嗎 這隻雞湯之前 十幾天可以湯 是行都行不到的 但他是 有肉的 他就不肯快 即是加速計劃 極速 大 真的不知道 我只聽過最恐怖的就是那條書寵帶 可能你也聽過 就是男雞女雞 即是雞仔和雞女 一路這樣去去 那些人會選擇 雞女就繼續去 因為他給你生蛋 雞仔就丟掉了攪拌機 然後攪拌它 用來做 給他們的雞仔吃 當食物 雞仔全部攪拌 那些是恐怖片 很恐怖 恐怖的德州電鋼 進入一個大的攪拌機 所以你投胎 即是說 如果在大陸做了男仔 他們說就很好 如果你做了雞 就做男仔 剛剛相反 一出生就攪拌 其實那時候 其實K仔 K仔經常都被人質疑 就是在內地的K仔 什麼K仔 K仔 吃雞那間 反而是很慢的 因為它是全世界 其實在地球裡 中國這個版塊 是最多分店的 其實那些人都問過 那些雞是什麼來源 因為通常 平常的概念 就是 通常都會在當地採購雞 所以很多人都問過 那些雞哪裡來的 那些 然後就 後來就發現 其實不是有 它那裡 其實在大陸 速成雞 雞、鴨、鴨 那些全部 一向都有 譬如你在街邊買 整隻老水鵝 在香港賣多少錢 幾塊 幾塊 很厲害 賣鵝很貴 那裡 在大陸 五、六塊 二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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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投胎 有病 有沒有病 當然有病 整隻是化學 吃死人 但是很好吃 你吃過 當然吃過 那你明知道有病 你會吃嗎 不是的 你不能避免 譬如在東莞有很多 東莞有很多是扮家鄉雞買 有很多店 即是店舖扮 譬如麥當雞 那些 我見過很多 整個阿婆 那個八變了阿婆 很多這些 然後 都有人吃 整隻雞賣 我記得在東莞 我試過買的那些是十二元 十二元雞 一隻雞 一隻雞 燒雞 它就是燒雞 但是現在可能貴了很多 挺好吃的 但是一定吃死 你沒有抗體 一定吃死 所以絲嫂是不侵的 很厲害 不如這樣 不好意思 又插開了 還有一個包 又是正面的東西 我猜你們不可以上綱上線到負面吧 因為關於什麼 就是有一個男士 每一次去Burger King 都說我要這個芝士漢堡 但是不要醬 現在我們去老麥那些很容易 用一部機買的 你要不要哪一種 加多些茄汁 那啤架都可以 他每天都不要醬 什麼醬都不要 茄汁 沙律汁 全部不要 那一餐 那個分店的經理就奇怪 為什麼這樣吃 每天都是叫這個 是為什麼原因 原來那個包 不要醬的包 不是給他自己吃 不是給他人吃 是給了動物 對 他是狗主人 每天都給他一隻十歲的狗 吃 原來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小狗是不能吃 一定 最好不好 而因為這隻狗 知道都是患癌 所以想在他之前 盡量每天給他 他最喜歡吃的東西 那間餐廳老闆知道之後 大家都愛狗之人 就決定每天都是免費餐給他 我心想怎樣可以做到的事 我猜就是經理自己暗錢請他 一樣同樣是免費餐 我看你怎樣可以上岡上線到壞 真是 沒有啊 我們其實不是 我們是專門的 你不要看到我們這麼陰謀 是嗎 然後這件事就得到網上很多人的認同 好啊 外國的 俄開俄洲 這次也是 大陸應該沒有俄洲 不過不是說這個經理不好 但其實他只要每天便宜 一個包包多少錢 三個多四元 如果你香港的價格 是吧 Burger很貴的 Burger 芝士漢堡 十元 師叔 當你十元 你買一個廣告多少錢 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宣傳賣點 大家都會因為這件事去光顧 或者去讚 可能是step by step 首先可能先出於好心 經理就自己掏錢 如果Burger知道的 Burger應該自己會做 那就不用掏 聰明 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Burger King知道 好人好事 要這樣宣揚去去 知道經理這樣做 現在公司說 我們真的免費給你 這些管理層 明天一班人拖著狗來 又來了 全部是癌症狗 這個又發生在內地 這個在內地就是這樣 我這個狗狂犬病 我這個狗皮膚癌 我這個狗 生不安都市 全部拖著狗來 這些事情 我覺得可以發生在美國 因為美國 你知道那些去過快餐店 要駕駛幾個鐘才去到的 或者附近是狗多個人 未必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大陸 你每個城市都這麼多人 每個城市都有這麼多隻狗 其實人多與少都不是問題 其實真的看你那個 所謂 用大陸語言 就叫做人的素質 比如說你這件事 在外國看完 大家就感動一下 不會想多 不會上綱上線 但是在內地就不會 他不會感動 他覺得是好處 有得擁面 有得想 那我就牽一隻狗去 然後回去就不是一隻狗吃 我天天有個免費餐吃 體力都是人之素質的問題 日本你不會這樣 可能在美國也不會這樣 但是大陸 大陸你很多事情 回到大陸 就是一件明明好的事 整件事就扭曲 這些是多的事 你記不記得 早前 大概一個月前 應該是國內 有間新開的店 所有都是這樣的 我記得是火鍋店 他說你入了會 然後就可以天天免費 任你吃多少餐都可以 可以不知一個月還是一年 海底撈就是這樣 結果他一個星期就倒閉了 一個星期就倒閉了 你現在抖音 海底撈天天的人拍的就是這樣 他只是挑戰你的 譬如不用什麼套餐 免費一個甜品 最近那個就是 教大家什麼 九元十元 然後五六個人 可以吃海底撈 對不對 他就用了你的免費 如果那個是清湯 又不用錢 那我就要清湯 然後自己帶些材料去撒撒 吃完之後有甜品 我有五六個人 九元 有五六個甜品 我又拿了炸汁機去 然後炸汁又不知怎樣搞 最後就是九元十元埋單 這些就是素質 再說一次 反應就是這個新時代 核心價值 那些口罩是這樣 所以你不可以 比如說這些 剛才阿肯說的兩單 你回到大陸的 就只是一句說話 此風不可掌 你不可以 不要再露面給別人 一單都嫌多 一間店舖就有一班大陸牌隊 一間就牽著狗牌 一間就牽著狗牌 哪要搞得的 這些沒得搞的 大陸 對不對 好